来自屏东的艺术家赖兴隆 在艺术领域的主席 遍及了英、美、日、韩、大陆等国 并拥有丰富的展出经验 这次他受台东生活美学馆邀请 以花开福金为主题 展出20多幅色彩亮丽 而且富含诗意的作品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出生于屏东的艺术家赖兴隆 大学时期便已拿下北美馆雕塑首将 随后留学海外进修 自英国取得艺术硕士 返台后进入大学任教 到目前为止 到过了日本、英、美、韩国及大陆等地 举行大到小小的展览 累积深厚的艺术能量 而近来受到美学馆的邀请 来到台东进行展出 以花开福金为主题 希望带给乡亲们一场视觉饗宴 这里面有很多是抽象的 然后也很多作品是异象的 那这些不管是抽象异象 作品里面都有一些所谓的金色的颜色 那这些金色的颜色呢 其实就是我这次的主题 花开福金的一种表现 那这个表现呢 是为了表现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人生 有时候要保持低调 然后有时候呢 虽然其实是奢华 那你只有在某一些时空里面 才会绽放出那一种光芒 所以这种金色呢 也就在我这次的花开福金里面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次展出的藏金系列 是赖心龙令人瞩目的系列作品 运用画面营造出示意盎然的异象 多彩色块所构成的抽象画面 颜料堆叠及笔触痕迹的纹路 交织成特殊的质感激励 画作上线条之间也隐约出现金色的点 展现出藏金的特色 而想要欣赏的民众们 从即日起到11月23号为止 都能前往美学馆保览这些烂心龙的画作 记载齐伦 桃东市报道